缅甸战况第22级 缅甸的内战内乱越来越严重 所以更多的报道出来 所以今天我第二次分享给大家 我们分享的第一个 昨天10月28日早上6点半 德林达伊省的德湾公路 12辆军车车队遭PDF的地雷 2人炸死多人重伤 2辆军车受损 我们分享的第二个 也是在德林达伊省的德湾 昨天下午的4点 另一处的战斗 军方10人死亡 PDF无伤亡 我们分享的第三个 昨天在克伦邦的债托地区 警察局在10分钟之内 被KNU的6分区收复 缴获了枪支16支 14支及各类军需物质 我们分享的第四个 在缅甸衰波地区 衰波的国防军 袭击了从汉林老城区 徐罗返回的军事委员会车队 造成了至少10名士兵死亡 和受伤 衰波国防军主要活动在 曼德勒衰波密斯纳高速公路上 他也要求人们不要在晚上七点 至凌晨五点之间旅行 有很大的风险 我们分享的第五个 石改省的青乌镇 据当地国防军报道 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 新港村的局势委员会遭到枪击 目前尚未确认伤亡情况 当地的PDF也拥有了重型武器 也分发了给前线的一线战士 更多的重型武器 第六个 我们分享的是国际人道组织 最新的统计结果 目前在2021年军人政变之后 被杀的民众有2401人 实际还会有更多 被抓捕的人有15960人 其中126人被军方吊死 军方为寻找退路 宣布明年初进行大选 以想宣传军方为合法政府 强奸民意 你们觉得会成功吗 衷心的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